The 书行这回事的话 有时候有些做的稻草很大 轰轰烈烈的 和很多观众 到最后真正得度的 也没几个 看见官员 从哪个角度看 就是大家不同程度的接约 很多人说 不同程度的大家接约 也是个慈悲 多接约总是好事嘛 但是 但是看你从哪 你在做什么 主要是他自己 他要做什么 他的发心 对 也不是发心 他介意的维度 他要介意哪一个维度的 或者什么 他自己的想法 对 想什么 怎么操作 对 就叫达摩祖师来 结果人家就找个二组 人家就面皮九年不动 人家不去做广告 说在这儿跟你说一下 那儿说一下 好 等等 还不到时候我就面皮了 人家九年就对着抢 就是说一般人会理解说 你那九年就算是 没等到二组 你不能稍稍地跟别人说两句 你从前跟其他人聊聊 随便聊聊 也都没准多个半个六个的 你是不是 那渡不成二组那样 还渡不成个什么初学 那渡多少都了解一下 是吧 那人家就不懂 你看 人家救命也别做 二组去问 他奶的理 你准备好了 没准备好 少来打我 我自己修行 人看他自己了 就是我在做什么 那他做法就跟别人不一样 没办法 打磨是要精品的 我不教你 不够我教 你的等级不够我教 我不教你 你跟别人学去吧 别人能教了你 因为在别人那儿也不会耽搁你的 因为你刚刚开始嘛 幼儿园跟别人也可以教嘛 等你准备到一定程度 我再点你嘛 不同人不同法 对是 不同的人 大家就那样 也谈不着慈悲不慈悲 都看缘分 缘分 因为特定的时期 特定的时段 如果打磨祖师现在来 可能就不是那样 因为那个时候 他必须有时候通过一些 他那个方式 才能把那个东西传下去 把一搏传下去 一搏传 他是找一搏传的 他必须精确的 找到他那个船 就适合接佛一搏的吧 那个就很难找的 他必须很认真的去考察 至于说 在这个 他是有神铺的 他坐在那儿面壁 谁知道他去哪 你好像看着他在那儿面壁 早就连影子也没了 是不是 没准处出去 拽有趣了 去寻找去了 那就不一样 他更重要 他的任务 什么不能有任何查 他一定要在他 在有些时间里 把这个事情做完 他就学历一副了 他不是做普通的 他不是一个 就是做自己 普遍的传播这个事 他是早接班人的 那怎么理解 就是六祖以后 这个长中的法脉 已经不开工业了 人家气中断了 那之后 长中的法脉 你不能说他断了 也不能说 他有意志的正脉 他是那个什么 开始中国城 中国的那些 到长中 长中刚刚开始的时候 中国的很多 就是地址 他还没达到 李悟佛心法的时候 就是没有达到的话 还只是 极个别的人 走到了这一步 学习心法的东西 因为心法的东西 没有次第 没办法教 只能相应 只能相应 所以他必须 这个人准备好了 已经把次第 基本上走完了 或者是就像二祖过去 已经修了八年禅定 已经在十几岁就出家 修了八年禅定 他已经准备好了 达摩禅定 直接倒过去的 就是建议吧 就是当时在中国的 达摩祖出来中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佛法还没成熟到那 就是那个果子 树上果都没熟 所有的地址 修大小成命吧 就没达到那个 能够接到心愿的 那个程度 找不到这样的传 他就一直得到二祖 二祖又得到 但是到了六祖这一刻呢 就很多大片的熟了 那个刚开始熟的 就是一两个 两三个 很难找 但六祖以后 大片的熟了 一波就不传了 因为就五家嘛 分成五家了 五家 五个各有 各有传播途径 他的就是 建议法门 但是都得了真传嘛 都可以了 那现在这个时代 是不是传终的 这个新法又到了 他就是那一批弟子 就修修修到那一批 整个一批弟子 走完了小大成命 整个成熟到 开始弃传登岸了 到了六祖 六祖那个时候 就缺熟了 已经已经 法相文字下缺破嘛 所以六祖失陷了 不失智嘛 然后他就是 等于是 到了 就是楼回的登岸了 缺学完了 毕业了 大学毕业 多四毕 那一批毕业 是毕业以后 人家就那一批嘛 那是佛弟子 亲自带的那一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